各位崔的同学大家好 在停课的时候呢 你们吃得饱吗 睡得好吗 那么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有强老师 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呢 现在我没有办法让你看到我拿帅气的脸蛋 我只能够让你听到我好听的声音 那么记得呢 我们停课的时候 我们停课不停学 所以我们辅导课也一样 我们还是会照样上课 所以现在开始 我们上课啦 好 现在同学请看一下左上角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到底代表什么呢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 好 三 二 一 完全没有头绪对不对 好 不用紧 我们继续来看 好 看一下右下角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又代表什么呢 好 如果你知道这两个符号代表什么的话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 到底是什么 好 其实左上角呢 这个是男性的科学符号 那么右下角这个是女性的科学符号 所以万众期待的性教育正式开始了 好 在我们正式上性教育之前 我们必须要理清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到底什么是性教育 第二件事情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上性教育 性教育到底是学什么的 你的脑海中应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是不是轻轻抱抱举高高 或者可能你会有一个想法 我们的性教育是不是在学性行为 就是我们所谓的做爱呢 好 答案是 不是 性教育中性这个字呢 并不是只是狭隘的只性行为 所以各位同学 尤其是男同学 请你们不要想歪歪哦 所以如果你对性 或者对性别有疑问的话 请你不用不好意思 那么请你问一下专业的有强老师 有强老师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性教育呢 其实是很健康的 在我们这一系列的性教育里面 我们主要是学这四个东西 好来看清楚了 我们学的是第一个 我们要认识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第二个 我们要认识生殖器官 生殖器官的构造 还有它的功能 好 第三个 我们要选择是自我保护和自我照顾 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要知道说要讲子 才能够有良好的两性相处方式 每个人都要把性教育学好 因为呢 今天我们是大家庭的一份子 到以后我们长大步入婚姻 然后步入婚姻之后 我们组织家庭 然后甚至是现在青少年时期 我们和别人的相处 这个和别人的相处 不管是跟同性也好 异性也罢 其实都和性教育息息相关 好 同学你有没有曾经被身体的一些变化吓到呢 比如说女生在某一天 你发现你的内裤突然流血了 你会被这种现象吓到 男生有没有曾经在早上睡醒的时候 发现内裤湿湿的 然后我以为自己十几岁了还在尿床 好 这些身体的变化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在面对身体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们哪里起始 不知道要问谁 有时候问老爸老妈 又觉得很尴尬 问朋友 又怕问了被朋友笑 所以我们开始会很假厉害的上网找答案 可是上网找到的资讯 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对的 好 所以为了解决大家的疑惑和困扰 请大家吸而恭听 认真的上性教育 那么呢 从这堂的这几堂的性教育里面呢 我们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我们会了解男生女生之间的差异 然后我们会了解同样性别中的差异 然后从了解差异的同时 我们会尊重这些差异 那么最后呢 我们从尊重当中学习接纳 所以请各位同学 认真的上专业的有强老师指导的性教育 男生希望 çek过 чет niveau 他们接空音 医学习 朋友 Larry